警方大阵仗攻坚持盾牌 到高雄林雅区这处民宅待人 嫌犯见到警方直接从阳台逃逸 整个人挂在栏杆上动弹不得 警方把他拉上来上铐逮捕 另一名同伙怕被抓 躲在棉被里跟警察玩 裸毛毛 高雄新大接获通报 一名招通气刑期十年的通气犯 与同伙涉嫌贩卖毒品 深夜喧嘩影响附近住户 警方锁定嫌犯藏身的住处 歹人还在屋内发现毒品 以及制制钢珠炸弹 发现雄性犯嫌 利用鞭炮炸药及钢珠 制造钢珠炸弹 性警方攻坚 为衍生其他危害 警方收出的土制钢珠炸弹 用鞭炮钢珠捆绑 一旦爆炸钢珠射出来 为力惊人 嫌犯制制有杀伤力的钢珠炸弹 声称买毒怕黑吃黑 用来防生 但选前查获自制炸弹 警方更加谨慎小心 持续追查 三地新闻学人 红成员安高雄报导